人过中年,我敢说99%的人会是同样的生活状态 来看你中了几条 不发朋友圈,也没什么真朋友 不参加饭局,也不参加什么聚会 唯一的娱乐就是刷手机 耳机里听的还是十几年前的老歌 手机上看的还是十几年前的电视剧 能发微信就不打电话 能发文字就不发语音 事业上既不甘心,可是呢也不想奋斗 只有过年才走一次亲戚 平时也不希望亲戚联系自己 想吃什么,先问老婆孩子想不想吃 他们也想吃就买,他们不想吃就算了 手机用了几年,哪怕屏摔碎了 只要还能开机就不舍得换 要换呢,也是先给老婆换个新手机 自己换它淘汰下来的 左连右舍几乎都不认识 但见人很有礼貌,可是呢也没什么热情 一件衣服穿三五年很正常 一年买衣服花不了五百块钱 偶尔发个评论,然后时不时的看看手机 有没有人回复或者点赞 希望得到认同,又要假装满不在乎 平时不想别人麻烦自己 自己呢也不想麻烦别人 能用钱摆平的事,绝对不想求人 能不给自己找事,绝对不给自己找事 归纳起来就是八个字 无欲无求 无情无义 当然这个无情无义,并非贬义上的无情无义 而是指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那么的看重人情 那么的看重义气 就这几条,你觉得你中了几条呢?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其实就是因为人生该经历的大事,除了死亡,其他的都已经经历过了 再也没有什么盼头了 昨天我又刷了一集年轻时候喜欢看的电视剧《武林外传》 其中有一集是这样的 一个生活在现代的中年男人 为了社保,为了工作,为了公积金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 而无法与老婆团聚 两人呢常年身处异地,所以产生了想死的念头 于是呢他就穿越回到了古代 想让传说中地球上最危险的人物莫小辈打死自己 但等这个哥们到了同福客栈,却发现莫小辈是个孩子 根本就不可能弄死他 他就想尽一切办法让莫小辈打他 后来莫小辈手指都骨折了,也没把他怎么样 然后有一天夜里呢,这个哥们和白斩堂闲着无聊 就坐在一起喝酒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酒劲上头 这哥们就开始口无遮拦了 他讲了自己的辛苦,讲了生活的不完美 他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 他问白斩堂,人活着有什么意思 白斩堂说,你这不算什么 你看看我们同掌柜,从小就没出过远门 第一次结婚呢还没嫁出去,相公就死了 一个人在外面带着孩子,孤苦伶仃 吕秀菜祖上是知府,名门之后三代单传 但是回回考科举,回回都不中 说着说着他就说到自己,然后他就哭了 然后他说,人活着不就是为了一个盼头吗 没钱的时候就想有钱 日子差的时候就想怎么能过好 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想娶个老婆 分离的时候就想着团聚 正是因为有一个盼头才让人觉得活着有意思 才让人有活下去的勇气 就这几句话让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可是人过中年,大学已经考过了 婚已经结过了,孩子已经生过了 可能父母也陆续不在了 人生所有的该经历的大事基本都已经经历了 已经很难再有什么新的期盼和节点 每天就是过着一眼能够望到头的生活 人过中年,事业上想再有大的起色也已经不太可能 并且已经看透了这个世界就是一环套一环的难题 当你还在上学的时候 你会经常跟自己说 加把劲好好学,坚持完这几年考上大学就好了 等真正考上大学呢 你才发现一切才刚刚开始 你会再跟自己说 再扛过这最后的四年 等毕业找到工作就算彻底解放了 但是等真的毕业了才发现新的难题又来了 原来找工作比考大学还难 于是你动用一切关系和资源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找到了一个工作 可是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结婚生子 掏空了家里六个钱包 贷款按揭买个小房子 婚算是结了,孩子也生了 那接下来面对的就是陪孩子 重复你之前走过的路 年轻的时候我们一度的认为 遇到问题就要思考,想办法去解决 可是人过中年才明白人生中 绝大多数的问题是无解的 甚至很多时候越努力尝试解决 问题就会变得越严重 比如说你没钱想赚钱 结果一折腾可能更穷了 比如说你觉得孤单想找个女朋友 结果你当个舔狗可能更孤独了 到了这个年龄 真的是一切都看透了 于是呢也就成了这种无欲无求 无情无义 死气沉沉的状态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先聊这么多 咱们评论区接着聊吧 再见